佛誕節 慈濟古來聯絡處 舉辦兩場與佛典禮 三節合一也謝親恩 90歲的黃阿嬤被子孫 滿滿的愛包圍 我們要喝茶 心情開心 幸福得很遠 心體健康 滿色如意 最該保平 我覺得我們應該平時 在日常生活中 更勇於表達對親人 家人的那個 感謝和愛戴 新山福林園共修處 成立後第一次對外舉辦活動 志工善用空間 玉佛典禮有莊嚴到氣 開始的構思是要做圓形 但是經過大家的又商討 覺得圓形是很愛位置 這樣我們就把它改成長方形 然後就每一針每一線 是把它 然後莊嚴到這麼漂亮 每次來參加 那個實際活動 之後就想 很可惜我們媽沒有來 所以這次 我又記得剛好就是母親戒 所以我就想到 就是很想帶她來 所以希望她可以參加 這樣很有意義的活動 感恩的五月 人文學校也帶領小朋友 玉佛眾人虔誠 善念古正 現在很動亂的一個年代 就是說有打仗 就是說這個疫情 所以我們希望借助這樣子 小小的一個人文學校的 一個玉佛儀式 就是我們祈願了人心進化 社會祥和 天下無災無難 這個疫情已經幾年 然後好不容易 然後我們可以來到這邊 一起玉佛 這種感覺是 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會額外的珍惜 而在笨真聯絡處 玉佛儀式外也有孝親奉茶 子女對長輩愛的告白 祝媽媽好 生心安安快樂 平時很難講到 我愛你媽媽 就借這個機會 借實際這個活動 親自跟媽媽講一下 講一聲 我愛你媽媽 我很感恩今天能夠回家遇活 這種感覺 就有給好久不見的家人 還有我們在視頻 來能夠見到上人健健康康的出來 真的很感恩 很感動 三結合一 不忘母親的丁寧 也謹遵佛陀的教會 善用良能 利益眾生 帶新聞珍善美之溝 綜合報導